即使在美股你都不會建議大家去碰一隻胃來的 是啊 我今天看到它本身說 一開始全來 接著說不來 說去新加坡 然後又來 總之我想它反映到其實繼續是中概股 需要找多一個地方的迫切性 但是如果你拉回一個 我都沒有做這個對比很久了 因為現在整個車的板法不是旺的時候 我就沒有再不停更新的走勢對比 但是再早一段 應該是在未來是在整個板法 或者整個市最熱的那一期 或者整個中概股 科網 都是最熱的那期 應該是2021年年頭上年 其實它那時候創新高之後 沒有再創新高了 反而是創到新高的 其實就是在中資車股裏面的首選 就是長喜和比亞迪 其實它們有創當時的新高的 這個其實應該也是反映到 比較盈利穩健的公司 在調整或者在整個熱潮 那個很熱炒的熱潮冷卻下來的時候 其實它們的擴跌能力是高一些 那這些造車的新勢力的類型 那還在一個虧損的階段的時候 其實它們下起上來 都是跌得比較急一些 那可以有時間可以嘗試 即將它們的走勢可以對比一下 那現在這個情況 因為在整個散股值之中的情況 那本身一些虧損的企業 已經是比較被瘋狂拋售的了 或者甚至是說 甚至你說你長期比亞迪 你比較盈利好一些的公司 其實都已經是被瘋狂拋售的了 因為整個板塊都已經是 在過去兩年一個最熱炒的浪潮之下 其實急劇回落 那也都面對了很多不同的情況 你供應鏈緊張也都有 而越來越多的競爭者加入也都有 那還有就是甚至一個最實在的 究竟現在的產消數據如何 其實都跌了 因為之前那時候的增長厲害 那都是一個因為之前的數字 很難再繼續超越 那其實整個已經全部這麼多的利大元素 已經是出來了 那我想這個板塊 就應該暫時都還沒有選擇了 那甚至是那個的未來 那就更加了 拉回一場都看到很明顯的 未來就在 完全是一個下降軌裡面的了 那究竟 那或者我們又看看 那究竟怎樣才是突破下降軌呢 會不會有機會 因為今年看到很多 看到其實是有資金想炒回中資 這部分 不過集中以科網巨頭為主 那就未必是拒絕 那但是究竟在下降什麼時候 會不會有機會 中資是這麼強勁呢 或者尤其是會不會是在外國 比較 風波連連的時候 會不會反而 那些資金 留回來中資的股份這一邊呢 那你暫時這裡呢 你可以看一個阻力 來美股那邊 看就26.41的 那是2月中的那個頂 那最起碼就突破這個位 才是一個有機會彈的訊號 那暫時其實還沒有延續 在整個的跌浪裡面 那大家看到這裡畫面那個也是 其實它穿了個250千錢之後 都一直不停跌 都跌了接近一半 只要以40到現在 就是10月到現在其實跌了一半 那就再拉高一點 其實也不止了 那所以都不建議去撈 這些類型的股份住了